將來這個拋物線平移之後 它的對稱軸的位置會不會改變 會 而且你要知道 對稱軸跟拋物線的焦點 剛好就是這個拋物線的什麼點 頂點 這個國中都有選過對不對 好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課本的文字敘述 剛才那個第一點我們再看一次 對付的時數s 它的對應的y值一定是大於或等於0 對 沒有錯 在這裡都大於等於0 除了00之外 其他的點都在軸上方 所以00是這個圖形的最低點畫起來 00這個點是這個圖形的最低點 有看到嗎 最低的點就在這裡 然後第二個文字敘述它說 在第二向線上的點 由左向右是下降的 來看這邊 就好像做溜滑梯一樣 第二向線上的點好像怎麼樣 它往下跑對不對 這是一個地減的一個概念 由左往右是下降的 然後第一向線上的點是怎麼樣 由左往右是上升 這個叫地增 這個叫地增 知道一下這感覺就可以 好 第三個重點我們看一下 當αα平方 是圖形上一點時 它對於y軸的對稱點 負αα平方 也會是圖形上的一個點 同學與y軸成對稱 誰會併號 哇你們又開始不理我 s併號我們不是講過嗎 與y軸成對稱是不是s併號 同學你看 你負2帶進去跟你2帶進去 得到的結果是不是一樣都是4 你有沒有看到 你2帶進去跟負2帶進去你的高度是一樣的 你3帶進去跟負3帶進去結果是不是也一樣 反正都是平方嘛 所以這個圖形一定是左右對稱的 你懂嗎 對稱誰 對稱y軸 欸實際往後翻 欸往後往後 我要把這邊講完齁 來往後翻到174頁 我快要講完齁 大家Hold住好快下課了齁 y擋s平方 它的圖形我們令它叫做γ 我們知道 來下面三個重點 圖形γ是一個開口向上的發霧線 來同學你看 它是個開口向上的發霧線 第二個重點 圓點00是它的最低點 我們稱為這個發霧線的什麼點 0點 這沒有問題 然後第三點喔 γ上認一點αα平方 對於y軸的對稱點叫做-αα平方 也會落在這個同樣的這個發霧線上對不對 所以它跟你說 這個發霧線是以y軸為對稱軸的軸對稱圖形 我的天啊這個數學怎麼這麼麻煩 講那麼多對不對 y軸是它的什麼軸 對稱軸 好不好 這個要注意一下 下面有兩個題目你現在做 它要你畫兩個圖 這兩個圖我們明天來講喔 第一個叫做y等於誰 2s平方 畫圖 另外一個叫做y等於誰 -s平方 畫圖 現在畫 然後我先講結論 來同學你看我這邊 這國中東西喔 請問你喔 這一個數字喔 這一個數字它的大小 跟這個圖形的什麼東西有感 國中老師有講過 這個數字比如說這個數字如果是3 這個數字如果是5 這個數字如果是-100 就是說這個數字它在變化的時候 會跟這個圖形的哪個特徵有關 開口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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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們講白話一點就是胖瘦對不對 對對對沒有錯啊 有時候比較大口啊 有時候比較瘦 對不對 這個我們明天稍微再講一下 然後同學請問你喔 S平方向前面這個係數啊 它有時候是正有時候是負 那個正跟負跟它的什麼東西有關 開口方向有關 如果是正的開口就朝上 如果是負的開口就朝下 國中有學過對不對 所以這個地方 這一個傢伙的正負 跟誰有關 跟開口方向有關 國中有學過嗎 有 有沒有學過 有啊 有啊 多學過嗎 好謝謝各位同學喔 這個稍微注意一下 現在畫圖嗎 欸畫一下畫一下 畫圖畫圖 這麼快 來 思琦謝謝 關掉 關掉 關掉